在剧烈的摇晃中 游泳池的水掀起浪花飞散四箭 把屋主吓得拔腿就跑 中美洲古巴和雅买加之间的海域发生 瑞士规模7.7的强震 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震撼了加勒比海地区 远至美国佛罗里达州 都能感受到强烈晃动 雅买加和古巴许多学校和大楼进行疏散 迈阿密市中心的摩天高楼也紧急撤离 打批民众逃到街上惊魂未定 开曼群岛有道路出现裂痕 甚至陷落一个个坑洞景象吓人 地震后国际海啸资讯中心 一度发出警告 在镇央300公里的范围内 包括贝里斯 宏罗拉斯 墨西哥等地 都可能出现高达一公尺的大浪 不过随后解除海啸警报 这起地震发生在古巴时间下午2点多 瞬间天摇地动 把民众吓得胆战心惊 之后还发生了规模6.5的余震 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伤亡 但可能的余震威胁 还是让当地政府不敢大意 记者松河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